因新冠疫情而延期上映的迪士尼电影《花木兰》 让美中众多观众敲手期盼 但除了娱乐和市场价值以外 好莱坞与中国的联系也在接受多方面的严格检视 很多美国官员表示不满 不久前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在一次公开演讲中 以电影《僵尸世界大战》 删除病毒起源于中国的情节 以及漫威大片《奇异博士》 把原作将藏人换成凯尔特人的改编为例 抨击好莱坞为了短期利益而向中共叩首 添加各种中国元素 为中国改编剧本 合作拍摄 好莱坞这种讨好式的中国定制似乎越来越普遍 但尽管好莱坞使出浑身解数 中国政府的心思依旧难以揣摩 不像美国中国缺乏电影分级系统 而广电总局的审查标准含糊不明 执行情况也不一致 任何被审查人员认为是反中 反共 或不够所谓正能量的内容都会背禁 甚至连亲子电影《小熊维尼》的真人版都不能信免 另一个习近平长得像维尼熊的笑话 除了电影背景 相关好莱坞影星也往往会被封杀 布拉德·皮特因主演西藏七年被封杀了17年 理查德基尔因支持藏人事业被好莱坞排斥 沙朗斯通因将西藏问题与汶川地震联系起来 直到今天还被中国拒之门外 同时中国还对国际的既有规则熟视无睹 对美国电影实行的配额制和大幅失调的分账比例 严重违反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义务 难怪巴尔会说双赢在中国的意思是 中国连赢两回 众所周知 作为美国的电影产业 好莱坞享受着宪法第一修正案 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保护 显有来自政府的干涉 如今好莱坞向中国妥协 只因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海外市场太过诱人 普华永道的报告显示 中国在2020年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 预计票房收入将从2018年的99亿美元 增至2023年的155亿美元 而这无疑对好莱坞来说是个好消息 受盗版和流媒体的冲击 2019年北美票房收入为114.5亿美元 比2018年下降了3.6% 而中国市场的不断增长有利于弥补这方面的损失 不过巴尔警告 从长远来看 中国更感兴趣的是收买利用好莱坞 并最终用国产电影取而代之 不管是王健林收购AMC影院 还是马云宣布与斯皮尔伯格公司合作 这一切背后都是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在全球言论自由受到不同程度威胁的今天 中国的威权体制正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性 对好莱坞持续施加影响 利用电影的力量为自己服务 而美国政府也正采取措施 阻止中国达到这个目的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 下次再见